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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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情要做來講 大概會有什麼樣的狀況發生呢? 呃... 假設現在不是來自於我們身體 是有外來的一個問題的話 那病原體 因為免疫的發生 免疫的發生 那可能要應付的是外來的 比如說細菌、病毒或其他的微生物 也有可能是我們身體自己產生的 比如說腫瘤細胞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狀況單純到 呃... 現在是外來的 那入侵的這個過程當中 第一個一定會先遇到的就是 由皮末組織所進行的防禦 這大概是比較沒什麼正義性 就是通常會先接觸到的應該是它 然後可是再回過頭去看那個病原體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白鐵球到底怎麼樣 才能夠確定說現在有一個物體 然後是它應該要對付的對感 所以... 放假一點都沒有充電 要放一個一塊 看信息打得很臭 我還想要補充我就看3D了 為什麼沒有跟他去 我還想要換個3D的 好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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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好 所以現在呢 有一個麻煩的地方是 白黑熊怎麼能夠確定說 有一個對象是他該要去清除的 好 那這個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先不管現在這個病原體它到底代表的是細菌還是病毒 它的表面呢應該會有特定的組成的成分 然後所以比如說一般的細胞呢就是膜 然後上面呢有各種蛋白質 然後會有化碳的分布等等 如果你是病毒的話 你起碼會有外殼蛋白或糖蛋白對不對 然後如果是外套膜的病毒的話 那那個外套膜上面應該可以曝露出某一些病毒的特徵 那所以我們以前有提到一個概念就是 你要啟動專業性防禦的話 有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通常我們依照它可以啟動專業性防禦 然後呢就把它稱為這個抗原 然後通常比較能夠刺激免疫反應發生的抗原 常常是什麼呢它很有可能就是某一種蛋白 那因為蛋白還可以跟這個東西在進行補足嗎 就是它蛋白 然後目前有看到特定的多糖好像也是可以 所以如果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歸納的話 幾乎都是跟遺傳有關 或者是它的化學結構上面具有它的獨特性 然後所以當白血球它捧到這些糖不認識的東西的時候 這個東西本身或帶有這個東西的物體 那很有可能就是白血球跟對付的對象 可是假設以一個細胞來說的話呢 現在呢這一些東西基本上都可以是看的 以一個細胞來說的話 它的細胞膜上面的蛋白質的種類其實非常多 那這些蛋白質在這個病原體上面一定有它的重要功能 可是那個是不會是我們身體所擁有的 因為以蛋白跟蛋白來…糖蛋白來說的話呢 它一定是透過基表現就是轉入轉移才產生 那因為我們沒有那個基因 所以我們就不會有這個蛋白質 所以合理來說那白血球碰到它不認識的 這種基因表現出完的產品 產入的時候 那它發現這個東西它不認識所以應該要去清除它 所以這個做法當然是合理 所以激發專一性免疫反應的關鍵就是抗原 所以抗原是一個概念 就是你只要能夠引發專一性防禦的東西 基本上都可以成為抗原 然後所以現在呢 當一個病原體突破了皮膜防禦 不管它是在我們收散或是感染的情況之下進來的時候 所以緊接著二、三道防線我們那時候提到一個概念 二、三道防線其實不是很容易分出它的順序 它最後完成作用的時候 看起來有些會比較早 有些會比較晚 那以接觸的時間來說的話 第二道防線基本上都是一些破壞 破壞性的作用 因為文字很難表達 所以如果說現在它第一時間 就可以遇到那一種負責清除的細胞 大概起碼可以講兩個 一個就是NK 自然殺手細胞 對不對 當第一道這個圍牆被突破之後 它很有可能會接觸到誰 很有可能會接觸到那個自然殺手細胞 那也有可能會接觸到 有可能會接觸到那個素圖或者是橘石細胞 但更有可能的情況是我們身上的組織細胞直接受到感染了 那如果以碰到有機會碰到血液來說的話 那它應該還有機會碰到 像T細胞、B細胞 原尊性防禦裡面主要要碰到的就是這兩種細胞 那至於其他的細胞呢 如果它是一個傷口的話 當然要考慮一件事情 如果它是 那它會有寫小板的作用 不過寫小板的作用跟專一性防禦比較沒有關係 所以 2、2、3 沒有吧 橘石素 OK 好 所以如果我們從 呃 病原體進來之後 這些細胞都有可能會碰到 那麼 這些 它組織細胞不是做防禦工作的 那 所以 這邊大概都是跟防禦有關 寫小板姑且把它當作是跟執行防禦有關係 因為它會組織病原 就是產生零些現象 注視病原體入侵嘛 對不對 就是把那個缺口給補齊嘛 可是它參與的不是專一性的 所以它的部分就比較單純一點 所以我們就假設 現在病原體進來之後呢 這些細胞幾乎同時碰到 你看齁 所以幾乎同時碰到的情況之下 那 每一種白血球 它就按照它自己的能力去做它該做的事情 所以 一個可能的情況是 病原體進來之後呢 接下來它可能會去感染我們的細胞 OK 所以通常NK自然殺手細胞 大部分的情況下 它其實不會去直接對付那個病原體 所以它就要等到病原體感染組織細胞的時候 然後這個時候它再去對付它 然後它對付它的方法基本上呢 就是用兩個方式 一個是破壞細胞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進行細胞瓦解之後的分解 就是它 所以它的做法 如果它有印象的話 體細胞裡面的包殺性體細胞 不是的就是這樣子嗎 包殺性體細胞的話 它自己可以跑去跟對方 結合 就是掛入對方 然後再分泌一些化學物質呢 然後對方那個細胞先打散 打散之後呢 再把那個細胞的主角 這些成分分解 它理由的上下 所以它會變得比較無害 NK的做法其實一樣 那差別在哪裡 NK它不是專一性防禦 對不對 它是非專一性防禦 第二道防禦在做的角色 然後TC的話 基本上是第三道防禦 所以兩個的差別就是 TC它只能針對特定的對象 然後去捕捉 去做破壞 那NK的話大致上壞癌的 只要它能夠確認這個是異常的壞癌 那都可以是它對付的對象 所以NK它的對付的範圍比較不好 好 然後那個TC像是對付的範圍會比較窄 OK 所以這樣接下來麻煩來了 那我們怎麼會知道 NK怎麼會知道說 那個細胞真的發生問題呢 因為NK通常它不去對付 像病類提出 比如說細菌它就不對付 但是如果細菌或病毒感 感染我們的組織細胞的時候 我們的組織細胞後來被NK給破壞 那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那為什麼NK知道這個細胞受到感染 因為一定是它辯認了這個細胞受到感染 那它才知道說 現在呢我要取對付它 所以後來我們再去看組織細胞才發現 原來組織細胞它的細胞質 它的細胞的構造當中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分 這個重要的成分呢 它的英文縮寫 那如果呢 比方異度 好 我這邊改一個顏色的 比較方便 那如果一顆粘度 這種英文縮寫 我們會讓組織細胞受到感染的時候 組織細胞會把病原體身上的某些成分 然後利用這個特殊的蛋白質 然後把它放到它自己的細胞上面 這樣 你看喔 狀況是這個樣子 好 病毒你們比較可以理解 因為病毒我們那時候有稍微提到 病毒在感染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要找到一個可以感染的對象 然後感染的過程當中 因為病毒是絕對寄生 所以它進到細胞裡面 利用細胞當作它的複製工廠 對不對 所以它就開始利用轉入轉立這些相關 細胞裡面轉入轉立的資源 然後大量複製它的核酸 大量製造它的外殼蛋白質等等 OK 通常在病毒的這些組成的成分 材料的部分 就是像零件一樣 零件才剛做好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成分 它已經會被移到哪裡去 會被移到這個細胞的細胞裡面去 所以大部分的病毒感染的時候 其實通常這個細胞的細胞 會暴露一些異常特徵 所以後來他們就發現 原來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分 對於暴露那個病原體感染 這些事情非常重要 它的代號是MHC 然後有兩型 在我們身上只要是有細胞核的 只要是有細胞核的細胞的話 全部都有這個工具 所以為什麼NK知道誰 是它等一下要去對付對象 因為很不幸的 很有可能是我們自己的細胞 原來是當組織細胞受到病原體感染的時候 它會去把病原體的某些成分 然後呢放在它自己的細胞模上 然後做什麼事情呢 這件事情講起來有點殘酷 就是我被感染的 所以現在我該是被破壞的對象 所以它等於幫自己標上記號 就是說等一下白血熊 你可以來破壞我這樣子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是一個比較殘酷的做法 但是這是一個不得已的做法 我們講過 如果你考量病毒進來 你買一個進來之後 可能是上百個上千個出去 那這下排得了 它那個廢增的速度 基本上非常的快 對不對 所以你要對付病毒的話 當然你第一道房間 能夠擋不住是最好 那你擋不住的時候呢 勢必感染大概就會發生 那既然感染會發生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搶在病毒 那個有效增值之前 阻止它的增值 那就是它還在這個工廠 還在半成品的這個狀態 你乾脆就把這個工廠給瓦解掉 所以那個病毒的增值 可能就算是失敗了 可以你寫嗎 那因為NK它還有分泌一些分解酵素 它還會分泌一些酵素 然後去分解那個蛋白質 核酸阿多糖阿這些成分 所以你如果在後續 再把這些成分給破壞掉 那大概就沒有什麼扣抑症的問題 OK齁 好 所以因為我們的組織細胞 以三口口感的來講的話 你的組織細胞應該是滿早就接觸了 對不對 可是它接觸 組織細胞在接觸的同時 這個地方應該也會有威脅觀望 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在伴隨著發炎發生 發炎的話 跟誰有關 發炎的話 可能跟兩個有關 那時候我們不是提過嗎 在皮下族池這個地方 很有可能會出現最大細胞 如果萬一現在是 這種比較嚴重的傷口出現的話 它可能會遇到血液裡面的事件星球 這兩個 這兩個都可以釋出發炎戒指 好 那我們那時候講說 發炎其實算是一種策略 什麼策略 因為大部分的情況 我們的圍血管當中 白血球進來的機會其實很少 對不對 那你現在如果這個地方是感染或受傷的膚位的話 我應該要想辦法讓那個圍血管的空間變得比較寬過 你白血球才有機會進來 那現在還不夠 你只是把空間變大 那另外一個是要加速血液循環 對不對 所以像那個前列腺素 前列腺素可以加速 可以促進那個動脈手桌 這樣就有加速血液循環的這個效果 那你把那個圍血管的空間 透過阻止來 刺激那個圍血管變得比較寬一點 那這時候白血球就比較那麼進來 因為圍血管真的太窄了 對啊 所以這算是策略 它比較沒有破壞問題 所以這邊的話 那是第二道房間的時候做的事情 所以白血球進來之後 阻止細胞它現在怎麼可能正在受到感染當中 所以它把自己標上幾號 就是我該被破壞 那所以其他的細胞理論上 就不應該是這樣的做法 所以其他的細胞做了什麼事情呢 比如說我們以前講的那個巨式細胞 那是高二講的 高三的話就要加進來這個角色 那事實上他們兩個的做法狀況差不多 他們兩個的做法就是 他們也有MHC 然後可是當他們兩個 第一件事情他們會先去做吞式 第二道螃蟹軸的事情 吞式是一個清除的做法 吞進來才分解量 NK是在細胞外的時候 我就把你分解量 所以這個只是處理產所的差別 可是NK跟這個速度或聚式 接下來的差異性就差很多了 通常速度細胞或聚式細胞在吞完之後 它可以將它吞掉的對象 保留了一些成分 然後刻意放在它的細胞膜上面 所以我們那時候講過 如果它做這個動作的話 它的角色就變成什麼 原來在第二道螃蟹的時候 它扮演的角色就是清除的工作 就像清道夫一樣 你進來我就發現想辦法破壞掉 就這樣子而已 如果說我現在就是破壞之後 沒有留下任何殘留有害的東西 其實這件事情嚴格來講已經算結束了 可是速度跟聚式他們很常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現在吞進來之後 大致上整個病原體很多的成分 都被我徹底分解到無害的程度 但是它有保留 通常像蛋白糖蛋白 它的某幾個成分 它會把它移到它的細胞膜上 結果我們發現速度跟聚式細胞 把抗原引移到細胞膜上面的工具 又是什麼 又是MHC 像這種速度或聚式細胞 它們擁有的這個呈現抗原的工具 它們所帶的是第二型 這樣 OK好 最後還再仔細去看一下 原來剛剛提到的 我們身上的細胞只要是有細胞核的 全部都具有MHC第一型 只要是有細胞核的 所以紅血球就不會 那它們在遇到病原體的時候 當它們受到感染 或者是像它們是正在執行破壞工作的時候 看起來都會去做這個工作 就是去讓它的細胞膜上面 可以去呈現那個病原體的某些特徵 只有某些不是全部 可是接下來的結果就差別很大 如果是組織細胞 它透過MHC第一型 然後呢 曝露出抗原的存在的時候 這個就是幫它自己做上記號 等一下它是一個等著 應該要被破壞的對象 可是如果是像素圖或屈式細胞 我們那時候剛剛講的是居室 欸 你想嗎 居室接下來就會去找誰 居室的下一步就是 看看有沒有機會去碰到TH 它要去做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叫做抗原呈現 讓TH了解到現在有這樣的抗原的存在 對不對 所以緊接著TH可以去找誰來處理這件事情 也許是B 也許是T型 這樣OK齁 好 那因為這兩個的做法差不多 就是素圖 他們其實工作有稍微分一下 但因為做法上很類似 所以我們就用素圖來講 所以假設素圖在完成病原體的吞噬 就是整個假設它就是 不管是病毒還是細菌 就是解體的 然後特定的成分 它把它小心保留之後 挪到它的細胞膜上面 然後呢 現在由它來呈現抗原 所以這個時候 他們的兩個角色就是 變成是抗原呈現細胞 那他們在做破壞的時候 是屬於第幾道防線的事情 第二道防線 非專業性的問題 如果從他們開始去刺激 輔助性基細胞的時候 這時候就切入了專業性防御 所以非專業性跟專業性之間 這個流程要怎麼走 其實關鍵就在於他們有沒有去做這個動作 吞噬性的細胞 有沒有去做抗原呈現這個動作 那抗原呈現要呈現給誰 關鍵的角色就是TH 所以如果他們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這時候他就從非專業性 正式進入專業性防御 這樣 這樣 OK 看到沒有 好 所以 388頁上面那個圖有沒有 這是一個更簡單的圖 你看他正中間上面那個地方 這個細胞齁 其實他的輪廓就是仿 以那個束縛細胞來畫的 所以你現在看那個左上角束縛細胞呢 正在實行吞噬 吞噬之後呢 他就利用他第二型的MHC 好 然後呢 將他正在吞的那個對象的 某幾個關鍵成分 曝露在他的細胞膜上面 你看好 所以這個時候大概就會有點像這樣子 就是束縛或懼式細胞的細胞膜上的 某一個或某幾個MHC第二型的分子 然後呢 他已經結合了某一種或某幾種抗原 然後等一下 等等看 如果有TH過來跟他接觸的話呢 就像剛剛上面的圖所畫的這樣子 所以假設現在有一個束縛細胞重複畫了 然後束縛細胞正在呈現抗原 然後他用的是MHC的第二型 然後現在他手上 我們看看 OK 所以接下來 對輔助性T細胞來說的話 輔助T細胞為什麼會受到刺激? 因為這兩個細胞要去接觸 那接觸之間一定有工具可以讓他們結合 所以TH的部分 就會用他細胞膜上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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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束縛細胞或巨失細胞拿著看原 要來告訴輔助性T細胞的時候 那他要跟輔助性T細胞做直接性的接觸 那這個接觸過程當中 為什麼能夠對輔助性T細胞造成刺激? 原來是因為輔助性T細胞自己的細胞膜上面 也有特定的受體 那因為這個是T細胞專有的受體 所以我們通常就把它直接叫做T細胞的抗原受體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是看到的是 它可以用這個東西來掌握住某一種抗原的存在 這樣 看好 所以當束縛或者是巨失細胞 然後他們現在已經正式變成T細胞 抗原呈現細胞的時候 前提是他們現在已經是在做 抗原呈現這個動作的時候 他們會有這樣的結合關係 即束突破巨失細胞透過MHC2抓著抗原 來去跟TH的抗原受體 然後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也是病原體入侵之後 因為吞噬在做 吞噬清除這個工作才做 但是吞噬在做的幾乎沒有什麼太多的時間差 很快的巨失或者是束突破巨失 接下來它就會轉變成為抗原呈現細胞 然後看看有沒有機會碰到輔助性T細胞 現在專一性的防禦也跟著就啟動 所以你說2跟3之間 也許真的有一點點的時間的先後 可是那個差異性其實真的不是很大 你甚至要把它當作是同時發生也沒關係 但很不幸的是 像束途跟巨失他們碰到的時候 它就可以馬上去做吞噬或破壞 但是如果你要去刺激專一性防禦的時候 它還有好多步驟要做 所以為什麼我們總是看到專一性防禦 那個看到效果的時間會比較晚 是因為它花的手續比較多 所以看到那個效果當然就會比較晚 那以接觸的時間來講的話 其實算是差不多 OK嗎 好 然後接下來輔助性T細胞 因為T細胞家屬就很麻煩 T細胞家屬總共有兩個 就是至少我們在課本裡面的講解的時候 會用到輔助性T細胞還有爆炸性T細胞 那我們發現輔助性T細胞 它很怕它沒有緊緊掌握住這個抗原 所以接下來它還會去做一個很有趣 它手上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工具 這個左手抓住抗原 右手抓住MHC2 所以在去跟APC結合的過程當中 它總共動用了它的細胞膜上面的兩個工具 狀況大概就是這樣子 比如說 如果這條麥克風線 這樣來看的話 如果這個麥克風線呢 是MHC第二型 它現在正在抓住抗原 它沒有這個綁起來喔 只是因為現在沒有辦法 手扶不住 所以MHC2呈現抗原 放到輔助性T細胞的時候 它用抗原受體跟它抓住 所以抓住的時候呢 這邊是MHC2 這邊是T細胞的抗原受體 那因為那個結合 只是類似於用分子間的作用力 比如說像輕件等等 所以這種結合的關係不是很牢靠 他們猜啊 然後所以 輔助性T細胞可能因為是有關係 所以呢 就在伸出另外一隻手去抓住那邊 去抓住這裡 不是抓住抗原喔 是抓住MHC2 那懂嗎 所以讓兩個的接觸關係更牢靠 這樣 然後這個東西要記 到二是不用記 到三要記 但是你很久之後才會用到 叫做CD4 一個T細胞的細胞膜上面的蛋白質 然後它的角色是協助 協助什麼呢 當T細胞利用受體去跟抗原結合的時候 為何它沒有辦法穩固的跟居室或樹做接觸 所以它伸出另外一隻手 不是抓住抗原是抓住呈現抗原的那個MHC2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般在認 輔助性T細胞的時候的重要特徵 就是認它 有這個動作之後呢 正式啟動專一性防御 因為等一下輔助性T細胞就會依據它現在抓到的這個抗原的特徵 然後呢看看這個工作到底要交給B細胞 然後還是要交給T細胞 對 所以B細胞跟TC就比較麻煩 如果你希望它們開始工作的話 通常通常 不是覺得通常要透過誰 通常又透過輔助性T細胞 OK嗎 而且輔助性T細胞 然後你再瞄一下下面那個圖 就之後補充會講到 那你看下面388下面那個圖 事實上 TH真的只有指揮B跟T嗎 你看這個圖就發現 事實上它還有指揮誰 它再回過頭去告訴誰 告訴更多的居室細胞 宿塗細胞 再過來一起合作 OK嗎 它甚至於還可以再去引起發炎相關的細胞 然後呢 擴大發炎這個症狀 所以如果你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 告訴它現在有這個抗原的存在這件事情 看起來很重要 因為由它可以再去讓這些白血球 全面性的動員起來 這個時候就已經不是在意說 我現在是非專一型還是專一型的問題 而是說我現在手上 到底有多少可以打仗的這些細胞 對不對 然後我應該讓他們每一個 都去做他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TH的角色非常重要 這也就是為什麼要有第三道防線 如果我們從這個安排來說的話 有第三道防線 但看起來我們對於病原體的防禦的能力 真的就會好很多 所以你把這道防線拿掉之後 就會發現我們的戰鬥力其實還蠻慘的 等不到我們蠻慘的 但是好像有點不足 好 所以現在當TH如果有機會遇到巨氏的時候 然後接下來就是看那個特性 所以它這邊給了一個簡單的箭頭 往左邊的話呢 B細胞可以做什麼事情 當輔助性T細胞去刺激B細胞的時候 B細胞不是可以製造 它就開始轉型 然後開始分泌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當B細胞受到刺激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分泌抗體 用來捕捉誰 這個當初是輔助性T細胞去刺激B細胞 所以B細胞產生的抗體 就是用來抓住整個抗原用 然後但是B細胞只能抓住抗原 它不能去破壞 OK嗎 那另外一個可能性是抗體也許 假設對方不是很大的話 抗體也許有機會去抓到 帶有抗原背後的那個問題 那都是抓住 你看它本身並不直接執行破壞 所以一般在抗體作用完之後 通常還要再交給誰 它可以吞噬它可以破壞對不對 所以一般抓住之後 後續可能是 再由菌質細胞去解鎖 所以如果現在這個抗原 它只是一個病原體分泌出來的像毒素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抗原去捕捉 捕捉之後集中集中之後再清除 那如果我們能夠直接抓住這個病原體的話 那是等 因為抓住了病原體之後 我可以限制這個病原體暫時呢 比較不能夠充分發揮它的致病能力 然後等一下再由這些有破壞能力的細胞 然後過來處理 那這個是那個B細胞的處理方法 那如果是TC呢 TC的處理方式就不一樣了 TC呢 TC自己本身 它要破壞的對象一定是 TTC的破壞對象一定要是細胞 很不幸的它又是那種 我們身上的細胞為主 受到感染的或者是我們的細胞 產生異常的變化 腫瘤細胞 所以這些細胞 它的細胞膜上面 回到那個組織細胞那邊 它不是可以曝露出 利用MHCD型 然後曝露出抗原 然後所以 這個時候 它因為他們都是T同架組 但是功能不同 它像指揮官 然後它是負責打仗的 它是工具很類似 所以TC碰到的時候呢 它自己也有屬於它的抗原受體 然後它就利用那個抗原受體來抓住 它就利用它的抗原受體來抓住抗原 那因為抓住抗原的時候 那個抗原剛好落在受感染細胞 或種子細胞的細胞膜上面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就特別是我抓住了你 好,那TH跟TC都有共同的問題 他們都很怕沒有抓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就用了相同的策略 就是左手抓住抗原 右手伸出去 抓住哪邊? 抓住MHC 那也有另外一隻手 然後這個另外一隻手 它的代號 因為通通都是T的家族 但是它的右手長得不一樣 所以TC的那個右手就是CD8 然後TH的右手就是CD4 所以一般我們要去鑑定TH跟TC 一個簡單的區分方法就是用CD這個蛋白質 帶有第四型的 那那個就是輔助性體細胞 然後帶有第八型的就是包查性體細胞 OK啊 而且不時我們會認 連HIV病毒也會認 HIV病毒很不幸的 為什麼老是找它麻煩? 因為HIV病毒認的就是這樣 OK啊 所以這個很麻煩 因為如果TH被瓦解的話 你可以想像它同時影響多少事情 因為這裡還有一個箭頭再回來 速圖具是可以去刺激TH 然後TH可以再回過頭去刺激它 所以剛剛講 它的角色很關鍵 所以如果它被感染了 它被破壞了 對整個免疫系統的影響層面 其實是很廣的 好啊 可是這樣還是有抓住 就算CD8生出去了 抓住MHC1 對還是只是抓住 所以接下來最重要的是 TC就開始分泌 破壞細胞構造的穿孔蛋白 這名稱上應該夠白話了 好 穿孔蛋白它會造成細胞膜上面的破洞 OK 當細胞膜上面的破洞很多的時候 細胞質會快速流失 然後緊接著細胞架構就瓦解 OK 細胞解體之後接下來 我們怕這整個細胞裡面 還有殘留的成分會造成這個後續的影響 所以它還會再負擔 加上很多的水解雷 就是那些分解蛋白質素糖等等 有積物的這些分解酵素 就跟消化作用用的酵素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對方這個細胞的組成成分分解掉 那這樣應該就比較不會留下後遺症的問題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其實它的做法跟NK是很像的 就只差在NK是非專因性 NK對付的對象很廣 然後TC只能對付誰 TC只能對付帶有某一種抗原 而且是當初輔助性T細胞告訴它的那種抗原 那個才是它唯一可以對付的對象 而且有非常強烈的專因性 就是差別在這邊 所以如果我們從細胞的觀點來看的話 你看看病原體進來之後 我們身體裡面有多少的細胞 基本上能同時接觸這個病原體 然後他們幾乎通通在做同樣一個工作 就是把那個它接觸到那個病原體的抗原 放在它的細胞膀上面 可是宿命就差很多 那個受感染的細胞後還變成是被對付的對象對不對 然後這些跟防御有關的呈現抗原之後呢 他們產生連鎖關係對不對 這些抗原呈現細胞對輔助性T細胞呈現抗原 輔助性T細胞知道了抗原之後 再去刺激B細胞或T細胞 產生抗體來捕捉抗原 或者是透過像TC這樣的角色 來去解決那些受感染或腫瘤細胞 有呈現抗原的那些需要被破壞的對象 然後把它們破壞掉這樣OK嗎? 所以我們以前講說 專業性防禦裡面是抗原的暴露或呈現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因為這些基本上通通都是跟抗原呈現有關 不過一般來說的話 比較是抗原呈現細胞通常是用在 能夠對TH產生刺激的 這個時候就只有這兩個 通常只有這兩個數目跟巨石 那B細胞它第一次受到刺激之後 因為它的狀況更複雜 等一下要補這個 所以B細胞呢 我們發現它後來也可以當抗原呈現狀細胞 那原因是等一下講 好 休息一下